開台啦!開台啦! 收店交遊要看德哥聽到嗎?聽到嗎? 聲音畫面有沒有問題? 聲音畫面有沒有問題?OK嗎? OK就是今晚有機會爆機 有些人就馬上問我 有沒有開賭局? 賭中城點數? 我本身都沒想到賭什麼 你有沒有什麼好看? 可以賭 賭丁也要問 首先我們要賭中城點數 二是要設定一個題目才能賭到丁 例如今晚能否爆機? 12點半前爆機? 這位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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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a 早幾點爆機 看錯了多少題 扣少於4滴血 今晚會不會答錯 今晚會不會答錯 那就是好 但今晚12點會不會爆機 是否最容易 12點前爆和爆到機 12點15分前爆和爆到機 就是這個 路易試題2 現在立刻做 等等等等 請等等 賭局進行中 我正在設定 我正在設定 請稍微 沒有錯 好 今晚12點15分前爆不爆到機 OK 現在OK了 準備開始 準備開始腦局 現在已經開始了 你可以立即投注中成點數 12點15分前爆到機 開始之前會說說 今天就我們說 12月24日 Twitch的 母喜卯熙的雜誌派對 達哥回歸歌壇的派對 已經是開始了請選招募名單 如果你有興趣 上Underground TV達哥的Facebook 就有個Google Form填 現在就已經收到 差不多180多封回信 是想去的 多謝毛毛人 我看到你填了表 我看到了 放心 你的表格 特別的VIP貴賓 你的表格我已經填好 即是收好妥當 其實 但是 當時有份貢獻小奇點 我印象中有看到的 User 其實大概只有10位 大家 我們的名額 由於疫情的關係 我們最多只有60位 滿 真的 當時有給小奇點 貢獻 在新年期間 給小奇點的兄弟 大概我看到 填了表格 會出席10位 我是怕他們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漏了 所以我就要不厭其飯 在這裡再說幾次 提醒他們 因為他們全靠他們 才可以舉辦到這個活動 記得填表 OK 希望你們賞免出席 之後還有一件有趣的事 想說 話說我朋友 最近被人勒索 好像是怎樣 被人勒索 是跟類似羅寮的案件有關 那 我們上回就說到 我們卡在這個賀星 不知道 究竟他有什麼矛盾 這個賀星是新的證人 我都猜到了 什麼被人勒索 你的朋友就是你 你想我再說這件事 還是馬上去問賀星 你們想怎樣 多謝 燒喳給小奇 怎樣 先說我 你們在這裡 快快說吧 大家知道 那些拿寮勒索案 就是這樣 通常就說 拿了你 一般的情況下 一開始對面 那個騙子 就會用一個美女 AC 在那裡引你 很喜歡你 你很帥 我們拿寮 不斷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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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可以打丁 然後他就脫衣服 類似是這樣的 好像Cyber Sex那些 但是這次我朋友出現的案子 很不斷漏 首先我朋友 好像逆轉裁判 我朋友堅稱他從來沒有露過丁出來 沒有做過這些裸療行為 那那個勒索哥怎麼做呢 他就說 我現在突然反了桌 勒索哥 就說 我現在要把你 含有你的色情片段 傳給 你的通訊錄裏的 朋友 當中 就傳給我朋友的 爸爸 那段影片裡面的內容是怎樣 他說很奇怪 段影片 他說路丁那個人 他就說 首先不是我朋友 反而是那個 被打丁的對象 一般應該是美女 那個 Key了我朋友的樣子 頭上去 然後 然後 我朋友的爸爸看完這段影片 他就說很奇怪 他心想 這樣怎樣勒索 因為勒索通常是你 看到你 那個 對象 怎麼說 勒索對象是露了 你才可以說 我把你 這些羞恥的東西 公諸於世 才是 可以勒索的 但我朋友 一來 就不見到他 在路丁 打丁 這樣 以來是 Key了下去 被打丁的對象 我不知道是否Key了 到女人 其實我本身 很想問我朋友 拿那段影片出來看 那他就不肯給我 可能說是尷尬還是怎樣 你們現在明不明白那個Key了 我想問一下 你們聽不明白現在的問題 這個勒索的情況是怎樣 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 你們現在明不明白 你們現在知道那個Key是怎樣 有些人說 現在跟你說 我朋友是一個男人 OK 我朋友是一個男人 我再說補充一次 我朋友是一個男仔 他現在就有一個勒索哥 就說 恐嚇他 已經說 我會把含有你的色情影片 廣散去給其他 你通訊錄上的親朋戚友 也傳了出去 那段影片裡面是甚麼事 你看到那些色情影片 通常就是這樣 有兩個webcam 一個男子就是打釘 一個可能是裸體的女人 那樣 這個勒索哥 就把我男朋友的樣子 Key了下去裸體女人 而那段影片裡面的男人 就不知是密水 就是打釘 那樣 我朋友當然不會害怕這個勒索影片 因為他本身是男人 他又說我又沒有路 而且看得出她的Key下去 那個女人那裡 那這段影片有甚麼用呢 有甚麼勒索 如何勒索成功呢 你現在明不明白那個案子嗎 現在你知道 現在你們清楚那個問題所在嗎 然後我朋友就去報警 警察就跟他說 我告訴你現在這樣 可能勒索案可能成立不了 我朋友心想 神經病怎麼成立不了 他明明在威脅我 因為他說 露丁那個不是你 而且一看就知道 這些構成不了勒索威脅 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那個警察就很不相信 我朋友說話 你真的沒有路過丁 你真的沒有試過進行 拿了 這樣這樣 然後我朋友呢 不知道是不是生氣地 就在那裡反問他 真的沒有啊 要不要馬上脫褲給你看 讓你對上兩條丁 那就知道我 是不是有沒有路過 這樣 於是那個警察 你猜他怎麼回答 你們猜他怎麼回答 你們猜猜警察怎麼回答 你們猜不猜到 他說好啊 那當然不是 問得你一定是出奇意表 出人意表的答案 是什麼啊 警察說不用了 他說 這麼順利想益我 不用了 他說不用益我了 他說我相信你 結論 我想是沒有不了了之 大家都知道是廢 就是查不到 純粹就是這樣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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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記錄在案 就是這樣 這個事情 就是這樣 就是分享 就是我 我醜了 我醜了 我醜了第一次見 那些勒索案 是這麼有趣 這樣 好 就是分享完畢 我們現在要繼續 開始我們的 逆轉裁判 這個 賀星的 審問 究竟他究竟有什麼矛盾呢 我當時因為上廁所 所以經過走廊 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看一對比圖 是不是真的去廁所才會看到走廊 很簡單 這個可能都是線索 我們對一對 有沒有寫廁所 沒有 可不可以這樣說 部分 出事 會不會這個 這裡根本沒有廁所 不要說話 你剛才會有沒有可能出 先問一問 你知道當時的時間嗎 不太記得了 頒獎典 在8點多結束之後 我馬上回到休息室 再回來 然後又去一次廁所 到8點10分 這個證人真的靠不住 不好意思 寶時 應該公平一點 推遲5分鐘 沒所謂 5分鐘 好 5分鐘 好 12點20分 我們剛剛說 12點15分前爆機 12點15分前爆機 寶時就12點20分 可以 沒問題 好 因為當時想著 跟黃敦倫見面 看到剛剛那個 在休息室裡出來 對 你確定是否同一位 對 為何你這麼肯定 Rader穿的衣服不是一樣嗎 但你看看 他們的臉 好像鬼衣巡博士一樣 神經病 所以很肯定 就是之前那位 跟黃敦倫說話的Rader 嗯 接著呢 Rader在哪間休息室走出來 對 當然 我這邊說的休息室 當然是騰見惹婚的休息室 是被害人的休息室 對 是啊 我看到有豪華的花腩和熊仔 肯定是騰見惹的休息室 毫無之疑 那你繼續作弓 現在想想 那個Rader好奇怪 請問你那一邊奇怪 為何你問得這麼沒有自信 因為不知道學生師會說些甚麼 我看到那位Rader 兩手洪洪的走出來 兩手洪洪? 那個Rader是來提供Room Service 但他沒有推車 又沒有拿托盤 不是很不自然嗎 嗯 感覺不是那麼關鍵 Rader兩手洪洪有這麼不自然嗎 應該怎麼做 是否他同意 先挑挑毛病 捉自殺 我現在踢球中 兩手洪洪的Rader有甚麼奇怪 不是很不自然嗎 很自然 反對Objection Rader提供Room Service 除非有甚麼特別理由 不是兩手洪洪的話 很不合理 法官大人 正是將證人剛剛發現 採用為正式的作弓 他無論如何都要把這個Rader 塑造成很可怕的人物 好 本席認同採方的主張 鑑證人請修改你的作弓 好啊 不好意思 好 好 客人的房間 空手走出來 好奇怪 兩手洪洪嗎 好可疑 一手洪洪洪的理由 或暫時撐過去 有 這個有 我們可以撐下去 因為他擺下了在空案現場 不要這樣一口咬定他就是兇手 但我們家裡大人敢教我 看到人們懷疑他是小偷 小偷和殺手相差很遠 這不是問題的重點 總之絕對不可以承認 那個water就是殺手 但其實他真的是那個殺手 但我要拖延時間 不可以立即承認 想辦法挑雞蛋去挑骨頭 出事 這裡有蘋果汁 放下了有什麼出奇 何聲先生 什麼事 你很容易受到別人影響 你聽說這個water可能是殺人犯 完全相信這件事 因為他真的很可疑 多謝路易士給小奇 那個water的臉好像乖衣秦博士 縫了一線 同時這些棒球都有 難道你想說棒球也很可疑 但你想想 他的water是兩手空空 請看這張照片 這是我現場的照片 騰見野先生在屍體上 旁邊放了杯 裏面放了蕃茄汁 然後請看右下方桌子的情況 很明顯有托本和蕃茄汁的瓶 water就是把這件事拿給騰見野先生 而托本就是這樣放在房間裡 所以才會出來的時候 兩手空空 挖 挖 挖 對 這個water是他層屍的休息室走出來 法官大人 你可否證明這個時間點 騰見野先生已經賣了蕃茄蛋過身 喔 余劍檢察官 你騙我被辯方律師罵 非常抱歉 演戲在這裡笑 證人 我有件事想問問你 是甚麼事 你說water兩手空空 關於他的手 記得你之前跟我說 聽說他手上當時 是呀 忘記說 甚麼事 各位water 手上是有戴手套的 手套 黑色的皮手套 通常water不會戴這些手套 黑色的皮手套 為甚麼之前又不說 不好意思 這樣非常可疑 但不可以在這個時候退縮 戴手套有甚麼奇怪 戴皮手套 服務生的water會戴這些東西 要說皮手套 棒球都是皮做的 難道你認為棒球都很可疑 這個男人在被告手裡 接了一疊錢 現在空暗現場 帶著黑色皮手套走出來 的確很難認為他只是單純的water 多謝法官大人命察秋毫 證人請你繼續作弓 還要繼續? 原來還有後續內容 本職洗耳宮廷 不敢當 不敢當 其實我現在是完全捱打狀態 因為我們完全打不甩 威打之後 走去黃敦倫休息室敲門 然後把手上某件事 交給房間便記人 那位先生沒有進去房間 而是直接離開 接著我又去廁所和朋友回合 在命案現場 夜走出來的water 這次又去了被告的休息室 是啊,我剛才看到 這個water未免被人目擊太多次 多謝Stream Heart Kelly給小奇點 頭髮今晚爆不到 但不要說得那麼快 我還是跟隨自己節奏遊玩 而目擊到的場面 全部都可以 越來越無法把這位water 視為普通人士 辯方律師開始進行審問 好啊 water之後放開黃敦倫休息室敲門 所以你當時是不是在偷窺 你真是失禮 說這種話 雖然我直直無名的動作派演員 但我不會偷窺人 請問證人在哪裡看到這個場面 我當時在廁所門口附近 只是探出左眼偷偷望 這樣也不叫偷窺 無論是偷窺還是光明正大 是沒問題的 請你告訴我 這個是water跟著做的什麼 有啊,兄弟們 其實屈了water就可以了 反正又沒抓到他 黃敦倫便無罪 現在因為御劍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御劍曾經提出過 黃敦倫買空的water 如果你承認了water 那可能關聯關係 黃敦倫是買空 買空的話 也算是有罪滿缺 真宵也會死亡 所以他走不通這條路 然後把手上某東西交給房間裡的人 請等一下 什麼事 你說的未免很不清楚 什麼是某東西 說清楚一點 這層 何聲先生的腦袋裡 沒有辦法同時處理兩件事 針對某東西 你交了什麼出來 什麼叫某東西 是啊 請問是什麼 哈哈 如果記得就不會這麼模糊 但這件事 很可能是污名案現場拿出來 真的記不起 我記得好像一個小小的東西 我認為這是非常關鍵的重點 希望你可以記起 我努力一下 那先問其他事 請繼續說說這個water的行動 好 water將某東西交給房間裡的人之後 那位老先生沒有進入房間直接離開 他去哪 不知道 只是看他打開通往緊支廳的門 之後就走了 真的很棘手 如果他越說話對我們越不利 這件事可能要再嘲 嘲嘲一下他那個 請等一下 什麼事 你那個未免太不清楚 到底是把什麼交給人 說清楚一點 嘲嘲問一下裡面的人是誰 water 收到某某東西的那個人是誰 其實我不清楚 為什麼 因為我只看到那個人的手臂 手臂 你的意思是沒有看到那個人的樣子 對 讓我重新整理一下剛剛作弓的內容 water在命案現場 走了出來 然後去了被告的休息室 在那裡把某樣小東西交給房間裡的人 至於交給誰 因為只是看到手臂不清楚 哎呀 就是這樣 如劍檢察官 這些是不是重要線索 當然我認為非常重要 因為表示殺手在命案現場 拿了一樣東西交給委託人 嗯 正人 water 到底拿了什麼 請問你可不可以仔細回想 啊 記得那樣東西是 如果你記起就加入作弓中 哦 好啊 木製的裝飾品 裝飾品 我記得好像是 如果被見到實物就可以見到 情報堂 或者應該倒一倒 你知不知是誰 我已經知道 我好聰明 咦 還有些還未搓完 這裡搓了 其實我肯定我們已經有個木製的裝飾品 老先生沒有進入房間 直接離開 他回到哪 現在去什麼梗之間 問完 接著我就去廁所和朋友會合 在這個時候有沒有看到什麼可疑 啊 其實看到的 有什麼可疑 看到一個拿著光線槍外星人 那個外星人一直偷望著藤健野休息室 好 就是那個阿嬸 不用說了 就是好像那個 軟瓶單說的那麼快那個 口出事木製的裝飾品 這個 Objection 為什麼大家突然不說話 剛剛那個Objection被他提出的 啊 是我 什麼事啊 我總覺得有股不好的預感 辯方律師如果你想要反駁 快點 好啊 只要做覺悟 可星先生 你看到的東西是不是這個 哎呀 就是這個 真不愧是成報堂先生 你怎麼會知道 其他東西應該在黃敦倫珍午家裡找到 未告家裡找到 那究竟是怎麼回事 事情很簡單 柯冷鐵仔在休息室裡殺了藤健野婚 就在這個時候 他在命案現場偷了這隻木製的熊仔 而這隻熊仔在黃敦倫師生的家裡找到 好 代表著什麼呢 當然表示黃敦倫就是委託人 馬上反對他吧 我說熊仔代表委託 你都很短短短短短的 還在命案現場偷隻熊把鬼嗎 辯方律師 看來這是對你相當不理的證據 為什麼你要提出 對不起千尋姐 你已經判斷沒錯 真正是賣不住 這隻熊 就算你沒有提出 遲早都會被檢方提出 說得也是 當時也是現場 看來沒必要做更進一步的審理 這樣下去不行 要想辦法 要提出一些似樣的疑點 法官大人等一等 什麼事 到目前為止審理中還有一些可疑的部分 什麼 真的嗎 說來聽說 還有可疑的步伐在哪裡 賀星證供很可疑 收了東西的很可疑 就是熊可疑這個 他說只看到手臂 不用問還是這個 又問一個專業殺手 怎樣偷熊仔 除非有熊仔 有什麼機關 可能最後要拆開他 很多縫線 賀星師生的作弓中 還有很多地方沒有說清楚 就是究竟誰收了這個裝飾品 之後把手上某東西交給房間裡的人 我只看到那個人手臂 既然我們不知道收了東西的人是誰 這段作弓本身就 啊 什麼事啊 正人 突然發出這麼大的叫聲 請你扶起說明的責任 不好意思 我想起了 我記得收了這個裝飾品的人是誰 什麼 什麼 雖然我當時只看到他的手臂 不是 那個是 將軍超人的手臂 將軍超人 什麼 你肯不肯定 哎呀 那個的確是將軍超人 肅靜肅靜 辯方律師 你又自刮墳墓了 今天不知道已經刮了第幾個墳墓 收了這個東西的人是將軍超人 將軍超人 不是就是黃燈和真五 白癡 立刻反駁 當時不裝他 因為辯方律師的關係 我們成功釐清了事實 怎麼辦千尋姐 已經沒時間猶豫了 快點在其他角度找疑點 這樣就結束這個證人的審訊 等一下法官大爺 你還有話要說 本職認為這次所有疑點真的消失了 我看你就跟著這些疑點一起消失 聖煲堂 一定要找到一個疑點 還有可疑之處 什麼 真的想看 你說可疑的部分是指哪裏 繼續收穫東西的人 很可疑 我覺得是 我堅信 我們唯一可以屈就是這樣 你看 有人說建議選擇熊仔 你覺得這樣走不通 走到熊仔那裏 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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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再試一次 為什麼不可以經理人收 試一次 在可疑 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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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疑 還不可以 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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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將軍超人手臂 我們試試小熊 小熊 是什麼 是甚麼來的 還有可疑之處才是 這隻小熊很可疑 可疑的部分當然就是這個裝飾品 這隻熊甚麼事 為何殺手要特意在殺人現場拿這隻熊 這隻熊在黃敦倫先生的家裡找到 但那天晚上黃敦倫先生在酒店被人抓 也就是說案發之後他都沒有回家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將那隻熊帶到黃敦倫先生的家裡 絕對不是黃敦倫本人 的確本席沒有想到這點 被告沒有機會把這隻熊帶回家 又斷了? overover 甚麼事? overover twitch大爆炸 現在聽到嗎? refresh 廉價 大家聽到嗎?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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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看得到我打字嗎? 其他都關了 你聽不聽到我說話? 應該聽不到吧? 喂喂喂 聽到嗎? 整個Twitch死了 喂喂喂喂喂喂喂 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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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看得到我打字 看不看得到我說話 over over 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 喂喂喂 喂聽到嗎? 聽到嗎? 現在我沒有聲音 喂喂喂喂 聽到嗎? 我說aris 去年睡會 這樣去年 都是喘審的 沒有聽得葉 瞬時 相信 剛剛漏了什麼? 上次停了的畫面是什麼? 哪句對白 我們是否可以繼續 聽到? 又停了 整個聊天室 現在是欠不到人在這裡打字 OK的 收回了 我確定有 收回了 這隻熊人很可疑 可疑的部分當然就是這個裝飾品 那隻熊什麼事? 這隻熊在黃敦倫先生的家裡找到 但那天晚上黃敦倫先生在酒店被拘捕 也就是說案發當日 他之後都沒有回家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那天熊帶到黃敦倫先生的家 絕對不可能是黃敦倫先生本人 你確本席沒有想到這一點 被告沒有機會把熊人帶回家 你確實在是黃敦倫先生的家 也就是黃敦倫先生的家 你太天真了 勝負堂 什麼? 我記得很清楚 你在黃敦倫家中曾經說過一句話 這大已經完全被人包圍 絕對不可能逃脫 沒想到那個管家居然是 荷冷蝶子 畢竟荷冷蝶子和黃敦倫是共犯關係 荷冷蝶子潛伏在黃敦倫家裡 洋裝成黃敦倫家的管家 他已經用這麼大膽的手法 那個紅的裝飾品是荷冷蝶子拿回去 可能是黃敦倫在快被抓的時候拜託他 可不可以被人發現 怎麼可以被雙熊在手身的時候被發現 嗯... 整個堂聖說怎麼不說話 不行呀,完全沒有反駁的餘地 夠了 又說什麼?說完盤怎樣做? 你們的chat是否還在追蹤? 怎麼沒有人在說話? 還是又死了? 神經病 先看看 現在的畫面是沒有問題的 我現在看聊天的畫面是不穩定的 OKOK不斷說話 chatroom是有延遲的 剛剛我對上也看了什麼 但哥哥有盤怎樣做? 保時多少 你們的chatroom不斷可以refresh嗎? 我是極疾的 有時候看到可能要等很久才開始說話 我對上一句看到的是那個什麼 昇華沒有問題 手機app正常但網頁看不到靜止了 有得refresh但狂按 我一直有空按一下 你們是否還在說話 還是要不斷按refresh 很順暢 我在想是否要停 因為再玩下去 這樣打下去是否沒有意思 會有問題 我們等多真點 最後等多5至10分鐘 如果真的有些問題 我覺得今天還是不要繼續 我們再玩 因為這樣看起來很不順暢 玩一隻最精彩的劇情 即是文字機嗎? 如果出現這些劇情 就沒有什麼意思 最多聊聊天 就算現在可以開得回來 我都覺得 最好還是重新再玩好一點 說真的 有人說overover chatroom死死地 我開幾部device 只有一部會動 你們還聽到我說話嗎? 繼續玩 沒有意思 賭局取消 Twitter是不能cancel賭局的 小奇點 就是這樣 我想我現在停 我想我們現在直播都是停止 我們不會再玩這個遊戲 剛剛說錯了 有沒有退回忠誠點數 Twitch有沒有取消這些賭局 退回忠誠點數 我都要看看 賭局作廢 以及直播一圓 現在我的手機是看不到的 我現在這個手機的聊天生 是弱了字 完全沒有更新 當然是 這裡是短短的 我打完什麼停播 因為我怕有些人聽不到 或一點 testing 無緣無故 你看到我打了一句 今晚停播 再玩下去也沒有意思 有人說 升玩沒問題 但是 那個chatroom死了 所以你這樣直播下去也沒有意思 我又要顧這個 玩下去也不順利 那個氣露 那我建議就是提早休息 這個是上天安排 上天安排給達哥休息 電腦大爆炸 這是上天安排的 沒辦法 至於那個賭局怎麼搞 你們有沒有提議 就是沒得cancel 以我所知 好像可以一看看 沒得cancel 那個 那個 那個中乘點數 那個 剛剛我曾經說錯一次 是一個叫什麼 欸 好像有得刪除 我試試按一下 先 有得回水 好像有馬會的 這場球有問題 你不要不計 喂 喂 回了水 你們看看 是不是回了水 overoverover 喂喂喂 OK了吧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由於這個是上天 由於twitch的問題 要迫著要休息 我們那個聊天室出現了故障 我們明天再跟大家直播 沒辦法 就這樣先啦 完 大家可以早點休息了 晚安 我代twitch和大家想說聲不好意思 先這樣先啦 完 喂 喂 嗎 我可以 Googい 我可以 跟你 說 조 咱